职金局完成检讨强职金供款入息限额 已经将结果提交给政府考虑 据了解入息上限建议分两个阶段 调升到48,000元 强制性供款上限也会由现在的1,500元 逐步增加到2,400元 有商界认为建议会令雇主负担沉重 要求暂换实施 但是劳工界就认为分阶段调高上限 已经减轻了雇主的压力 潘耀星报道 全港400多万个参与强职金计划的打工仔 限年需不需供多点呢 职金局已经检讨完 这个4年一次的强职金供款入息检讨 据了解建议将上下限提高 供款入息的下限会由现在的7,100元 提高去到8,250元 月入不够这个数的2万多个打工仔 不用再供款 雇主就要继续供 入息上限现在是3万元 建议分两个阶段加到去4万8千元 估计有49万人要供多些 实施头两年 入息上限会先提高9千元 每月强制性供款上限会由1,500元 增加至近2千元 之后两年的入息上限会加到去4万8千元 每个月强制性供款上限也会加到去2,400元 据了解分阶段提高上限是担心一下子调高6成 雇主会有难处 但是若果分太多阶段和帮打工仔 存多些钱的目的有距离 有商界认为要应付取消强积金对冲额外开支之余 还要增加供款 每年要给多100亿 负担很沉重 要求政府暂时凍结了它 直至到强制性对冲 最终和商界有共识之后 才再去落实这件事 支持调整这个幅度 亦都是加强保障 雇员允退休的保障 雇主在它的法律责任上是要承担的 所以刚才想过那个幅度和频率 最后再考虑分两个阶段 减轻雇主的压力 积金局说检讨结果已经交给政府考虑 而根据程序 若果政府同意积金局的修订建议 就要交上立法会审议 有线电视记者 欢迎声报道